大家好 這裡是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7月23號 星期五 昨天可能情緒化了一點點 對不起 我們會有個特別的環節 是由女助手珠珠 她叫珠珠 不要再說她是小碑 會由女助手珠珠去聲演 在另外出的節目 不是在這裡說的 至於是什麼呢 大家拭目以待 好 我開始了 被控發佈煽動刊物 兒童繪本 言語治療師總公會主席 副主席 保釋被拒 需要還押的 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公會五名理事 昨天被指發佈煽動刊物 洋川系列這些兒童拒本 被港署拘捕的 其中主席黎文玲 黎文玲 25歲 還有外務副主席 楊逸義 27歲 今天各被控一項串謀發佈 分法展示或者複製 煽動刊物罪 下午在西紅裁判法院提堂 國安法指定法官總裁判官蘇維德大法官 聽完控辯雙方的陳詞之後 拒絕被兩位被告保釋 案件押後到8月30日 控方明言 警方作出更深入調查之後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或者改控其他罪行 記者發現 控罪書上有多處的錯誤 包括兩名被告保稱為職業系 言語治療師 Speech Therapist 就串了做少了T字 而條條例就應該是 Saditious Publications 就串錯了做 Sadition Publications 指定法官蘇維德也發現 控罪書上叫做Distribute 多了的S字 Conspirating就應該改為Conspiracy 而中文版本也需要補充刊登一次 控方聽到之後就立即修訂 十二個來自不同界別的工會 昨天聯署回應香港言語治療師 總工會被國安處拘捕一事 聯署提到有工會理事集體被捕 更見堅守工會知名必要 聯署又指不同工會在大大小小的議題上 多次合作行動繼續發聲 是他們應有之義 聯署中又提到 紅線已成紅海 但眾工會無懼前路難行 如常運作 願香港人平安 至於 是哪十二個工會 大家上網看看 我免得太長 免得在這裏讀光 多謝 林鄭今早出席 港台英文節目的時候就指出 自從去年 本港實施港區國安法之後 國際間出現 港國安法削弱本港自由等謠言 認為是源於外界對中央政府存在偏見 她更反問本港失去了什麼自由 在國家的支持下 股市、樓市、科技和文化 都繼續蓬勃發展 被問到港人會否被以往不敢批評政府的時候 林鄭就說 她作為行政長官 天天都被人屌 電台報紙依然有批評政府的言論 反映本港仍然有言論自由 只有縱容暴力和仇恨的言論會受影響 又指香港人應以愛國為榮 有責任支持國安法 國安法比西方國家類似的法例更加克制 已經她這樣指出 此外港台節目主持人又指出 林鄭曾在2019年一個閉門會議當中 提到自己作為行政長官 為香港帶來巨大的破壞是不可原諒 如果她有得選擇 她第一件事會是辭職 以表達深刻的協議 林鄭月娥表示 這次閉門會議的談話內容 媒體不應該報導這種場合的內容 事件反映傳媒的誠信和道德問題 主持人指出對話涉及公眾利益 關乎透明度 林鄭月娥是這麼回應的 她說 現在對媒體的工作有更好的理解 主持人又說 談話的內容有錄音 內容公開不是違法的 林鄭月娥說 或者有需要就相關的情況定立法律 哈哈 內容是 林鄭月娥2019年8月 跟商界閉門會議的對話內容 其後 路透社是公開會面時的錄音 她又問主持 是不是相信反修例運動是源於前年6月呢 她又說 其實是回歸已經開始了 從反對23條立法到反國教示威 本港年輕人的反中情緒是被驅使出檢 當中更涉及外國勢力 主持人就追問她這個說法的證據 她就說 在節目上不可以提出 因為不少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由行政長官提出證據並不恰當 她又表示 至今都不會認為 推動逃犯條例是錯誤的決定 只是解釋得不夠好 對於有市民批評政府面對反修例運動的訴求 只是以警察執法來回應 她表示 警方自反修例運動期間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社會不少人都反對警隊 但是經過去連連串的事件之後 包括監警會的報告 和連串的法庭案件 外界都應該醒悟 同情暴徒 和警方對立的人是欠警隊一個道歉 但是她沒有作進一步的解釋 她又認為當時社會出現的不是政治問題 而是治安問題 有人扔汽油彈和磚頭襲擊不同政見的人士 強調即使對政府有所不滿 都不能將暴力合法化 李家超星期三接受鳳凰衛視的專訪 指從七一 孤狼恐襲到剛成者炸彈案 突顯香港法律 對維護國家安全依然是遠遠不救 港府正籌備23條 又指2003年想成立23條的時候 大家想像不到 國家安全風險可以突如其來 可以這麼嚴重的 所以因為那時沒有考慮到最極端的情況 而經過2019年黑暴事件 港獨事件之後 不可以再以為嚴重的國家安全風險不會發生 所以日後訂立23條的時候 要具備足以處理這些最極端的行為 她又說要提防黑暴走向地下 又指恐怖主義可能是潛伏在社會突如其來 港獨思想極端的思想沒有完全毀滅 她在社會存在必須警惕 不可以以為我們不說她就不存在 更加要說多些 揭制這種意識的散播 大小編我想問 說多些你會不會告我的 告我散播這種思想的 要告我的時候就會說我 散播極端恐怖主義的了 好可怕我現在好害怕 她又在訪問指出 她上任政務司司長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是確保未來三場選舉順利舉行 她作為諮審會主席會謹慎分別 真誠和偽裝和忽然愛國者 確保沒有人可以用欺騙手法進入香港管治團隊 如果認為有需要會諮詢國家安全委員會 如果有人發布這些破壞或者煽動的訊息 意圖影響選舉 她就會立即行動 昨天元朗7218依人暴動案裁決一出 有旁聽人士文判之後立即不滿 在報出法庭之後大喊 連狗都不如我出去打他 更加有些人說狗法官遲早有報應 Facebook專頁華記政能量的版主楊冠華 昨天就和第五被告鄧懷心開記者會 楊就在記者會上批評過法庭的裁決不公平 公開促請以國安法去調查 並要求聯署介入調查 調查這個法官有沒有收錢 在記者會上楊曾經說的 他說法官是釘官皇官希望國安法和聯署查這個官有沒有收錢 因為他真的判得太不公平 我有理由相信法官可能受到壓力或者收受利益 而搞到這個裁決不公 前聯署總調查主任大律師查石我認為 九官已經是明顯的藐視 至於促請聯署介入調查 應該是不犯法的 但是他批評做法極不恰當 應該尊重判決尊重法治 你覺得重有人會覺得輕 如果有人覺得不滿意的 你可以就現行的機制下上訴的 那資深大律師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也都表示 以九官這個字眼漫罵法官有機會已經干犯藐視法庭 視乎法庭是不是追究要求警方執法 他強調如果屬理性討論提出觀點不會構成藐視 關鍵在於是不是涉及漫罵抹黑打擊社會對司法機構的信心 對於有聲音促查法官有沒有收錢 他就認為不構成藐視 但是如果單單指控法官收錢 他就說可能是踩線的 47名去年參加民主派初選的人士 就被控國家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案件在今年的3月2日 在西瓜龍法院提堂的 律師邱律邦當時想進入法院被警方拒絕 警方指他拒絕出事任何身份證明文件被捕 警方今天就告憂一項故意阻撓警務人員罪 一項未能在規定下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以及拒絕或者故意忽略服從警務人員的命令 案件今天在西瓜龍裁判法院提堂 事發在今年的3月2日晚上大約9點半 警方當日在西瓜龍法院外切封鎖區 新村西莊的邱律邦當時手持法律文件 自稱是被告的代表律師 欲進入封鎖區 之後被警方拒絕 並要求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其後被警方拘捕 律師想進入法庭都拘捕 大家有什麼意見 我和邱律師是認識的 他幫我不可以說太多 總之我祝他好運 周恆彤小妹妹今天在沒有律師的代表情況下 自行在西瓜龍裁判法院提出保釋覆核 主任裁判官隨以微聽完他的陳詞之後拒絕他保釋 他繼續還押至到7月30日再訊 旁聽人士大叫撐住阿彤 周恆彤揮手示意之後被警方推入囚室 前年9月7日網民在大埔區發起人鏈活動 演變成衝突 11個包括一對婦女均是否認非法集結 今天在西瓜龍裁判法院全部都獲判罪名 不成立 裁判官鄉淑嫻指控方的唯一依賴證據 就是閉路電視 他的片段畫面模糊 質素欠介 顏色失真 影像起格 無法適辨片中的人的衣色配搭 他說 雖然各被告都可以 但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舉證 裁定所有人士罪名不成立 有被告和旁聽人士聽完判決之後 喜極而泣 和擁抱 唉 庭外二十幾位未能進停的市民 德式消息後也拍手鼓掌 奧運會在今晚十二點開始 如果大家要看的 記得自己選好看什麼台 最後講一下MIRRORER 今天就去了屯門 給這條片大家看一下有多少人 好厲害啊 那些粉絲真是 和另外一邊在奧凱城搞的機構 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今天就這麼多 大家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 訂閱我的頻道 月費贊助 FACEBOOK 按LIKE 多謝大家 謝謝小廢 加油 發快 走 你 你看 你 我 你 你 好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